副当汉将李宗贤、张瑞玲、蔡友达、游祖、智佑、副当汉将提供。 记者林佑陈纵合报道,为了备战明年球季,副当汉将今天起重训营开跑,22位年轻好手参与重训营教练团期盼借重训营建立正确重训观念,强化身体素质,期间已安排营养及心理课程。 体能教练将一场特地为参与重训营的球员开出训练菜单,上午为体能与传接球训练的户外课程,下午则为重量与缓和训练的室内课程。 将一场说迎对的内容参考美国职棒小熊队的重训营课程,包含高强度的体能与重量训练、功能性动作检测和心及各关节活动度训练、基本传接球等。 此外,也延续了求训安排的营养及心理课程,以建立选手正确的饮食观念及心理强度。 副邦谈将秋训期间就引进营养学课程,指导选手如何让养分吸收效果最好,短期训练后如何正确补充蛋白质,颇受选手好评。 心理课程也帮助选手建立良好心理素质。 副邦谈将重训营分两阶段进行26分之12,2至6分之16,在北部以宿舍及真理大学为据点9分之12至13分之16,则遗失高雄已迎接春训到来。 2018年,汉将队春训预定于15分之11,在燕潮球场开训。 副邦汉将吴世豪、范玉宇、游廷威、黄义智、游祖、智佑、副邦汉将提供。